大家好,我是雷槍 F9最近活動越出越輕 咖哲也越出越多 而遊戲本身也越來越接近七周年 沒想到當年一度有可能會中途死去的Fate系列手遊 也就是Fate Grand Order 卻能一直活到現在 也算是手遊記的某種傳奇了 但是F9之所以能夠被稱之為宇宙神遊 除了本身遊戲的人物設計與故事背景 弄得非常棒以外 其背後的Type Moon行樂世界觀可以說是功不可沒的 但是Type Moon也並非只有F9這部優秀作品 其實前前後後也至少有超過20幾部不同的作品 雖然每個作品的內容都各有不同 每個作品的特色與敘述的故事也各不一樣 但是他們卻能夠共同建造與共用同一個世界觀 被現代人譽為同仁三大奇跡之一 而在這麼多的作品當中 大家最喜歡的作品是哪一部作品呢? 那麼這部影片將會跟大家揭曉 來自F9台港版玩家所統計出來的 行樂人氣作品排行榜 在此雷槍感謝所有參與投票和宣傳的F9玩家 也非常感謝F9保管室的強力支持 沒有你們沒有大家的話 就沒有今天這個酷酷的處理排行榜了 好了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現在開始介紹大家票選出來的行樂人氣排行榜吧 第五名鬼公家的飯 由日本漫畫家Tara 在卡多卡網絡漫畫網站 從2016年連載至今的日常漫畫 故事從原本比較陰暗沉重的聖杯戰爭 變成日常炒飯飯飯具 沒有了聖杯戰爭的死人便當 沒有了男女主角的嘴炮和黑話 留下來的就是大家一起生活的美好時光 沒錯 這部作品你可以當作是聖杯戰爭的全員存活版 沒有人黑話 沒有人悲劇 大家都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而把大家連結在一起的 不再是該死的聖杯 而是那一道又一道的美味料理 對於一名Frey的老粉來說 這實在是一大危急 唯一讓我有點生氣的就是 她的料理畫面實在是太過華麗和完美 以至於每次我在看她的時候 都異常的餓 但是當我看到所有角色 都能夠幸福快樂的生活的時候 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話說她的料理官方還真的出了各種還原影片 媽的誰在網上發給我看 我保證不會打死她 第四名同樣是以搞笑歡樂為主軸的作品 幻想嘉蓮華英文有夠難念 有武力會裡融合了月姬 Meltly Blood 和Fate Stay Night等作品 同樣是沒有了仇恨沒有了鬥爭 卻有了我們這些白痴的太夢老粉 在屏幕面前傻笑的樣子 自從2011年播出以後 每隔一兩年我都會回來翻看一次娛樂一下 那個魔性的OP舞蹈 那個日常搞笑的短片劇情 還有玩不玩的 藍撒又死了的白痴老梗 之後還推出了FGO版本的幻想嘉蓮華 搞得我們每一年都在期待她出新的一季 期待著更多不同行樂角色的搞笑互動 可惡 這一切一定都是五類的陰謀 一定都是時辰的錯 那在看前三名的作品之前 我們先來看這次 行樂人氣作品排橫榜的第十到第六名吧 第三名 Fleet Stay Night 所以說並不是行樂世界的成名之作 卻是拓展行樂世界的重要作品 Fleet Stay Night 命運停住之夜 原本是發售於PC平台的色色類文字冒險遊戲 搞著搞著變出了動畫和漫畫版本 也算是我第一套觀看的行樂動畫作品 想當年在倉庫裡遇到的那名神秘少女 侍郎在墜樓時大喊了一聲 Saber 以及特效很土但氣勢十足的 Eluma Ace 哇塞這些都是滿滿的回憶 即便劇情和人物都是有點怪怪的 包括整天只想當正義夥伴的死老金土狼 但每一集每一句 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 包括Saber全裸出獄的那一幕 對於當時還是高中生的我來說 真的是一大刺激 而我個人也非常推薦有耐心的人 可以去玩玩看他的原作PC遊戲 你會發現原來在不同的動畫版當中 我們曾經有無數次都是無限接近Better End 一說到最好看的Flay系列動畫作品 我相信這一定是大家的公認答案 Flay Zero 由愛的戰士 徐淵璇所創作的Flay系列小說 講述著黑暗且真實的第四次審碑戰爭 相對後續的第五次審碑戰爭 這部作品沒有了額慮戀愛私情 也沒有了日常的嘻哈搞爍 是一部充滿人性與罪惡 魔術師們真真正正互相廝殺的慘烈故事 也因為每個角色的性格與描述 都十分立體與到位 即便角色與角色之間的對立與戰鬥都非常多 但卻不會有任何一個人物是完全沒用的 所有的角色在這部作品中都是不可替代的 為了魔術師疏遠而戰的原版家 為了榮耀而戰的肯尼斯 甚至是那個魔性十足 一直說《最高的酷》的元帥 都令人印象深刻 加上無敵的莉莎 卡拉菲娜和南井愛露所演唱的OPED Face U絕對可以說是動漫界的優秀作品 也絕對是行樂粉心目中的絕對神作 第一名沒錯 沒想到最後還是我們的宇宙神人Fate Grand Order 取得了我們這次行樂人氣作品排行榜的第一名 雖然一開始遊戲的影韻、優化和故事 都存在著很多問題 但漸漸的這些問題都被慢慢解決 尤其是劇本方面 請來了賴虛蘑菇和虛樂圓來寫之後 那股屬於肺的味道就回來了 沒所不達美亞的第七章 深海電腦樂土CCC 人質統合中國信 還有令人絕望的絕海亞特蘭提斯 雖然說FGO是一個簡單的卡片收藏類手遊 但我想絕大部分的玩家 都把它當成文字小說在玩吧 每一次的新章劇情 每一次的新從者將領 都給我們帶來的無限的想想與期待 雖然抽卡機率很爛 抽不到新從者會很幹 沒有新主線新劇情 更會讓人完全沒有動力想要玩下去 還有那些無人性化的遊玩機制和遊戲方式 但就是因為這樣 才會讓我們對於這部作品 對於FGO這款遊戲 產生一種又愛又恨的複雜感情吧 那麼這部影片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也再次感謝參與投票的各位 以及協助期外的FGO保管師 沒有大家 這部影片是一定無法成功只做的 那麼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按個訂閱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分享一下屬於你們自己心目中的 心悅人氣還很棒吧 那麼我是雷槍 我們下次再見吧